有位朋友問說有一個社會議題 但是現在可能關注的人沒有這位朋友想像應該要關注那麼多 那怎麼樣讓更多人的關注 而且能夠提出一個解方 這是很好的一個題目 我的具體建議就是 不要只是問大家這個問題 應該要提出一個很離譜的一個解方 大家一聽到都會覺得說這樣根本不可能 我們在網路上面都是這樣子 就是在一個叫康寧漢定律 康寧漢是發明危機的那個人 他就是說如果你在網路上面問一個問題的話 沒有人理你 但是你又問一個問題 切換一個帳號 給一個很離譜的答案 所有的專家都跳出來 就是所謂打臉 就是沒有辦法忍受在網路上面 他看到這種很荒謬的解決方案被提出來 那但是那你就說你行你來嗎 不然要怎樣嗎 一下子就好像那個康寧漢一樣 一下子就有非常多很具體的解方 可以跑出來 所以我剛一直強調就是說 去分享你做到一半的東西 但是這個一半可能不精確 可能百分之二 或者百分之負二 就是你做的反而是幫到忙 但是這都沒有關係 就分享出來 因為第一個 再讓大家知道說這個議題值得被討論 只得被關注 那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他有某方面的專業的話 那他光是就是所謂的打臉的過程裡面 也會分享出很多 如果你是好好問他的話 可能就是不是很 有那麼多時間去分享出來的東西 這裡不知道到處去挑釁 沒有這個意思 意思是說 把完成度非常低 甚至是福德的這些解方 都跑出來 都變成一個討論的題材 那這樣的話 其實絕大部分的人 都會知道說 那雖然看起來好像來亂的 但是至少你是真的關注這個社會議題嘛 假意識一開始看起來好像來亂的 也被接受變成大家的網絡的一部分 所以像這種就是亂入社群的方式 我從小到大都是這樣子的 就是輸到用時隨便照 就是我們用辦法的大家一起來想辦法 那但是每一次都就是非常的成功 就是到這個大家都一起想得出辦法